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台风可能会从东半部登陆成为穿星台 届时是全台湾都会受到影响 提醒大家先要有心理准备 但是目前来说台风距离还很远 还有一千多公里远 而且看到台风眼都还没有开 今天台湾是受到高压的影响 吹着东南风 东半部不定时的震雨之外 各地普遍晴朗炎热 午后局部雷震雨 星期六日一三天都是类似的天气形态 好 那么今天除了东南风 使东半部不定时短暂震雨之外 午后雷雨集中在西半部还有各山区 小部分影响到平地 基本上整天还是晴朗炎热 但午后出游往山区走 就要当心天气的变化了 那么未来一周要迎接台风到来 星期一来说还是水气相对少的一天 各地以多云为主 到了星期二台风靠近 北部东半部的雨势会逐渐的明显 中南部的影响还不明显 感受人较小 不过到了星期三星期四台风最接近 不排除在东部登陆之后穿过台湾继续北上 使得全台各地都有强风好雨发生的机会 后续星期五中南部的雨势比较明显之外 但是到了下一个周休假期 就会脱离台风的影响 全台恢复成炎热 午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了 那么今天的旅游天气方面就要提醒了 今天往北往都各地都是晴朗多云 但山区午后天气比较不稳定 那么往中南部相同的 平地是多半晴朗炎热 不过山区容易发展出雷震雨 这方面多加留意 再来今晚到各地明天更详细的温度 北部地区26到34度多云为主 中部地区是26到35度 有午后雷震雨 南部高温炎热 平东央盛防午后雷雨 那么东半部地区26到33度 都是多云到晴的 那么外岛地区是26到33度 多云为主 最新的天气资讯提供给大家参考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